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的家庭的情况怎么样 我不晓得你工作的环境怎么样 我不晓得亲子关系怎么样 记住 耶稣救我这句话 记住 这句话陪我走了人生的十四年 我今天愿意跟你分享 这句话也救了彼得 所以耶稣救他 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说 彼得是怎么样跟耶稣回去的 我想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怎么样 就走在海面上 对不对 一起走到船的旁边回去 另外一个更厉害的 耶稣拉起来就飞到船上去 但是不论如何 彼得有一个与神同行的经历 而且当他 当耶稣回到了船上之后 众人都下拜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人 他当他看到耶稣在旅海的时候 他马上有一个崇高的要求 虽然他因为自己的软弱有跌倒的时候 但是最后却反省 他讲的是耶稣救我 让他有一个与神同行的经历 这个人实在是值得我们敬佩也值得我们羡慕 但彼得一样的跟你我有软弱的时候 彼得的软弱从哪里开始 我个人觉得是从克西马尼元的祷告开始 基督耶稣马上就因为全人类的罪要走向施加的道路 但他看到他的百姓不愿意接受 这个天国的福音不愿意悔改 他甚至有一个学生堕落到一个程度 用三十块的银子把他给卖了 心里真是伤痛 所以耶稣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人在这个时候 当你心灵软弱的时候 当你身体软弱的时候 当你灵性低潮的时候 你应该做什么事情 祷告对不对 祷告 所以耶稣要求他的三个核心的同工跟他一起祷告 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 我们也要求跟我们在灵里面相启合的弟兄姐妹 跟我们一起祷告 所以他要求那三个核心的同工 彼得 雅各跟约翰 这三个人特别 很多特殊的场合 就他们三个人出现 比如说耶稣在山上荣耀的改变形象 比如说耶稣让雅鲁的女儿复活 今天基督耶稣在最困难的时候 心灵上最大的挣扎的时候 他要求这三个人跟他一起祷告 但这三个人怎么样呢 睡着了 不仅仅睡着一次 睡着几次啊 三次 所以当耶稣 看着他们睡着的时候 回来再看说 你们怎么不可以警醒祷告 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重要 我们为什么不能警醒祷告 免得怎么样 如了迷惑 因为当失恋来临的时候 我们心灵固然愿意 但身体却软弱 你看等一下马上彼得就要跌倒 他说那你不能警醒祷告吗 然后又去祷告 结果呢 又睡着了 很可惜啊 这么重要的一个祷告 这么长的一个祷告 在圣经里面只记载了两句话 我父啊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这么重要的一个祷告 这么长 如果不长的话 也不可能睡三次啊 只记载了两句 为什么呢 后面通通听不到 通通睡着了 弟兄姐妹 如果说你要求你的同工 跟你一起祷告 你心里有非常重要的负担 重要的分享 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结果当你眼睛一张开 他们三个通通趴在床 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你的感觉怎么样 彼得就是这样 当科西玛尼远祷告了 结束之后 大祭司的仆人 带着罗马的兵丁 来捉拿主耶稣基督 这个时候 这一群门徒吓坏了 在这以前 耶稣基督就已经跟彼得说过 我实在告诉你 在基教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哪有这种事 对不对 你看 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我就是跟你一同下间 同你受死 也是甘心 多伟大的气魄 圣经里面四本福音书 都记载的事情不是很多 比如说基督耶稣的受死 基督耶稣的复活 这当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啊 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件事情 四本福音书都记载 到底圣灵宝会是为什么 要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 不是说 我们看看彼得的笑话 对不对 你看这个人又出仇了 常常出事情 对不对 在这边让我们看到 我们跟彼得是一样的 不要说得那么快 哎呀我才不会 我即使跟你一起下间 同你受死也是甘心 不要说那么快 当试探来临的时候 当试炼来临的时候 如果说你不精心祷告 身体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彼得说不会 严有在耳 当他跟着大祭司的仆人 一起混进 甘雅法的院子里面的时候 这些仆人 这些使女 在那边讨火 对不对 因为外面的天很黑 外面的天很冷 这个时候彼得的灵命 比外面的天还要黑 比外面的天还要冷 他甚至发奏起誓 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三次在祷告中睡觉 三次不认识 从此彼得的名字 在圣经书里面 暂时的消失 没有人知道说 基督耶稣受审判的时候 彼得到哪里去 也没有人知道说 当基督耶稣定施加的时候 彼得在哪里 一直到 基督耶稣复活了之后 彼得的名字 再度从福音书里面出现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 讲到说 基督耶稣光荣地复活了 彼得呢 这时候彼得考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过去耶稣常常在 跟我们在一起 天天跟我们在一起 衣食无虑 对不对 要吃饭的时候 无饼二鱼变一下就是了 对不对 现在呢 虽然他复活了 却不常常跟我们在一起 这是怎么办呢 往后的生活怎么办 这一群跟我在一起的伙伴 以后怎么办 想啊想啊 走来走去 对 我们从操就业 回去打鱼 彼得是打鱼的 兄姐妹 你觉得这是彼得第几次回去打鱼啊 让我们回顾一下 彼得被耶稣呼召的经过 第一次是记载在 约翰福音 第一章的41到42节 这一次是在他的弟弟安德烈的引荐之下 见到耶稣 他弟弟先见到了耶稣 然后跟他的哥哥说 我见到了基督 然后就带他哥哥去见基督 耶稣就在那一次对彼得说 你有一天要改名字 你有一天的名字要改成彼得 他们两个跟随了耶稣 跟没多久了 就回去打鱼 第二次被呼召 是记载在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八到第十九节 也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 两兄弟在岸边塞亡 耶稣在海边走过 见到这两兄弟一起呼召他们 你们来跟随我 就在这一次耶稣对他们说 我要你们得人如得鱼 第二次呼召 但这两兄弟彼得 跟耶稣没有跟多久 又回去打鱼 第三次耶稣基督给他机会是记载在哪里呢 记载在路加福音 他们打了夜的鱼什么都没打到 这个时候耶稣向他们借船对岸上的众人讲道 讲完了之后就吩咐彼得说 你把船开到随身之处下了 彼得怎么说 夫子我们昼夜劳力什么都没有达到 悬外之间就说 第一个我们没有偷懒 第二个我们是专业人士耶 在座有很多专业人士啊 professional 基督教都是给那些什么 身体有软弱的啦 对不对 心情心灵受到创伤的论文写不出来 为你们预备的 我以前像我一个同事传福音 他就这样跟我讲 professional 我们是天生就是大鱼的 你跟我讲 但是彼得有个好处啊 说那你既然吩咐了 我就就听你讲吧 对不对 就下到 把狂下到水身之处 就有没有打到鱼啊 有没有打到 不但一条船满了 而且怎么样 另外一条船也满了 所以上帝说啊 你以此事是我 你以此事是我 我把天上的窗户打开 将我的福气倾倒在你家 让你无处可容啊 弟兄姐妹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犹虑 我们所有的 他为我们 使手诗篇第十六篇 就在这一次 彼得看到说 这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连我最拿手的一件事情 耶稣讲一句话 也做得比我好 其实彼得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是在基督耶稣 在世的时候 在世界上的时候 清楚知道 这个人是谁的 如果说你看一下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它里面 是不是讲到说 有些人看到 耶稣所行的神迹 有些人听到 耶稣的教诲 对不对 就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他是施洗约翰啊 还是伊利亚 还是某一位先知 大家讲来讲去 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 问他那些学生说 你们让你们说我是谁 所以彼得清楚的知道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在这件事情上面 让彼得再次知道说 他所面对的是 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他在这一次 浮浮在基督耶稣的面前说 我是个罪人 请你离开我 就在这一次的护照里面 他比较长时间的跟随耶稣 一直到克西玛尼园的跌倒 在这一次的护照里面 是变成的 还是绯度和尼园的跌倒 你怎么在写上